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016年宋楚瑜说 国民党愿意劝退郝龙斌 来换他不选2008总统 这是一份AIT的电文 不过当时据说连AIT的官员 也不相信宋楚瑜的说法 气到痛骂杨苏帝 是台语丑陋 还是国语丑陋双关语 记者花了半天才搞清楚 会让宋楚瑜这么火大 都为了危机解密 根据危机解密 2006年7月19号的电文 宋楚瑜曾经向杨苏帝透露 国民党愿意劝退郝龙斌 换他不选2008的总统 虽然连AIT也半信半疑 不过宋楚瑜爱交换 蓝绿都有经验 找你组阁 有没有找你做行政院长 没有直接 没有直接跟我讲 间接的不排除这个可能性 我非常明确的说没有兴趣 2005年扁宋会 虽然宋楚瑜事后透露 拒绝当扁政府隔魁 不过当时绿云传的却是 宋楚瑜来要位子的 这样的留言 连2012大选前期 也曾经冒出绿局合作 政权归民进党 制权给亲民党的杂音 何况局军暗住绿云 曾经也有过 2007年 马英九陷入特别费风暴 当时民进党在立法院提案 排马条款 亲民党刻意缺席 案子复委 传出就是向国民党 要求13席立委为果的结果 虽然都是政坛传言 但也显示受处于桥氏一流 只是随着政治身价 慢慢跌停 能桥成功的位子 似乎也越来越少 总统信用台北综合报道 感谢观看